哈喽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近期的空瓶剂 我自己每次录这个环节都非常的开心 讲一下我头发 因为之前好多人都问我头发的问题 我最近又准备去剪头发了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发型有一点点长 也有很多人说我短发比较好看 所以我可能还是会剪到 就是极尖的这个长度 我还在想 我不知道 大家可以给我一些提示 我应该怎么弄我的头发 反正我是又想去剪了 因为夏天也比较热嘛 然后剪暖之后洗头发也比较的方便 嗯对 然后今天有非常多的洗发产品 在我的空瓶剂里面 所以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头发的护理 嗯好那废话不多说 就直接开始咯 先从shampoo开始讲 这个是我之前用完的一罐shampoo 是这个这个应该很多人都知道吧 Avon Organics的薰衣草 是不是什么薰衣草的味道的 thickening shampoo 嗯我觉得挺一般的 尽管我是看很多人推荐我才买的 但是我觉得效果比较的一般 我没有觉得我洗完它之后 头发多么的蓬 多么的嗯有volume 然后我觉得它的控油效果也不是很好 就是像我是那种头皮比较油 然后发尾也有很干的人 所以我喜欢 嗯shampoo是可以把我的发根洗得非常的干净 但这款我就会觉得说 用完它之后就是基本上第二天 头发就一定会油了 然后而且它的起泡不是很好 每次用量还挺就是挺多的 一点都不省 嗯所以我觉得比较的一般 应该不会回购 另外一款呢是我之前也介绍过的 就是这个WIN WIN的这个洗护合衣 嗯的洗发露 然后我之前用的是那个 sweet almond mint那个flavor 嗯它是有一点点薄荷香的感觉 所以那一款呢 我觉得洗完之后就是 发根的部分会觉得比较的清爽 有一种凉凉的感觉 非常的清爽 然后这款洗起来就没有那么的清爽的感觉 嗯我倒是不会觉得它很厚重或怎样 我真的很能洗shampoo 我其实是隔一天洗一次头 但我因为我头发很厚 所以用shampoo的量还用的挺多的 而且我每次洗头都是洗两遍 对然后最后一个shampoo呢是这个 这个叫 Accure 我不知道怎么pronounce 这个是我在whole foods 就随便逛到的一个shampoo volumizing shampoo 因为它里面写着pure mint 你们知道我也很喜欢就是那种minty 那种凉凉的那种感觉的shampoo 嗯 我也觉得挺一般的 嗯 洗完了之后会有一点点色色的感觉 嗯 就是也没有特别的volumizing 就是也是比较一般 我应该不会回购的一款那个shampoo 味道倒是挺好闻的 好那接下来是身体的部分 我又用完了一罐这个pop friction 这个是soap and glory的 嗯 就是身体的磨砂这样子的产品 这已经是我的 第三罐吗 第四罐了 我非常非常的喜欢 就是它是仅次于lush的seesaw scrub 以外 我觉得最好用的身体磨砂 然后我一般来说是 嗯 隔一次洗澡的时候就会用 然后在手肘 然后膝盖 还有 还有肩啊 然后什么的 就是一些需要exfoliate的地方 我都会exfoliate一下 然后包括手臂 然后还有小腿啊什么的 就是为了不要有那些 小的那种颗粒 然后所以去角质还是挺重要的 然后用完了一罐 强烈推荐 这个在sephora已经下架了 但是在beauty.com 还有的卖 嗯 那说到香水呢 啊 这应该是我最心碎 最心碎的一个空瓶 因为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喜欢 我喜欢这个香水 这个是Dictique的 Phylosicus 嗯 之前别人问我 你最喜欢的香水是什么 我在没有遇到它之前 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回答你 但是 我遇到它之后 我就 就没有 就 no doubt 就是我最喜欢的香水 就是这一款 Dictique的Phylosicus 所以应该是我用的最快的一罐香水 喷喷喷就喷完了 然后它的瓶子也很漂亮 我真的很希望它可以有那种refill 我就可以把这个瓶子keep住 嗯 对 然后我准备又要再买一罐了 但是 我比较喜欢的是这个 是多少毫升呢 这个是50毫升 我比较喜欢这个50毫升的瓶子的大小 就刚刚好 然后你拿起来喷也不会觉得它太大 但我觉得我喷的有点太快了 是不是会需要买100ml的才比较的划算 但100ml的瓶子很大瓶 就是你喷起来没有那么方便 所以我一直还挺纠结的 这个味道就是 啊 就是 我上次在我的香水collection里面 有分享我对这个味道的一种感觉 就是那种 在我的印象里 就是感觉是那种回到校园 然后在校园 就是你走在校园的路上 然后会有树荫嘛 然后树荫的下面就会闻到一点那种 青草混杂着泥土 混杂着一些树的那种芬芳 就有那种感觉 非常的 有一种青春的感觉 这样说会不会太cheesy 但我就觉得是一个很清爽 然后 然后一 一喷起来就会有心情很 凉爽的那种感觉 对 所以非常的喜欢 我一定会回购的 然后截面的部分呢 我是用完了这个 Revive的洗面 这是我的第二瓶 我之前跟大家推荐过嘛 就是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砸钱的一款洗面 它洗完了之后皮肤真的有变软 就是会摸起来软软滑滑的感觉 非常非常的贵 但是我会配合Clarisonic的时候才会使用 我不是说每天用那种 我就是跟Clarisonic搭配 然后每周用三次左右的样子 然后还是把它用完了 这个还是输死了我一段时间的 大概 六七个月的样子 因为不是每天用嘛 所以我觉得还还OK 但是非常非常的好用 只不过就是很贵 Toner的部分 嗯 不少 好几罐 一个是这个 我之前就介绍过很多次的那个 Meshuku的Organic Rose 有机玫瑰水 这是我用到现在为止最喜欢的一款有机玫瑰水 如果你想要喷玫瑰水 就去买它吧 它不仅仅是非常的温和 而且它用来湿敷还有收缩毛孔的效果 所以非常的喜欢 我之前是在那个Yamibuy的那个网站上买 我觉得价格很合适十块钱出头的样子 Amazon也有卖的 另外一款呢 就是这个SK2的美白的水 然后它相比较神仙水来讲 就是比较的厚重一点 稍微比较的保湿一点 但是就是拿来湿敷的话 还是有一些美白的效果 然后平常擦的话也会比较的保湿 我是就是冬天到春天这个换季的季节在用它 还不错 然后如果大家想要看更多的SK2的review呢 我之前专门做了一期影片是全部有关SK2 大家可以到我频道去找找看 再来一个水呢 是这一套的水乳里面的水 这个我之前有没有给大家讲过啊 这个就是Impress Knievel Impress这个系列 这真的 这绝对是一个冷门的好用品 我很少有看人推荐 但是却非常非常的好用 这个水呢是 我是买的一组那种旅行组 水是40毫升 然后乳液是25毫升 然后我觉得这一套就是很适合敏感肌 因为我就用起来非常的温和 然后它水不是那种特别的油的那种保湿 而是就是那种充满了水润感的那种保湿 擦上去不会那种油油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就算你是油肌 就是全肤质都应该是可以用这款水的 然后它的这个乳液呢是初期的保湿 应该是我用到乳液里面数一数二保湿的 但它不会是那种很厚的质地 它是就是也是还是那种乳液的质地 就是偏厚一点点 但非常的保湿 就是有面霜的那种保湿度 所以我自己春季的时候也用过一段时间 真的是非常的喜欢 然后如果我皮肤 比如说我脸颊会特别干 那我在擦完这个之后 我就会在脸颊的部分再多擦一些精油 来做到一个叠加的保湿 但这个系列真的超级推荐 就是普通的impressed lotion跟emulsion 对然后这个我也有回购 我现在有囤了一组这样子 再一个日系的用完的就是这个 终于用完了我的渗透乳 我那个健康水我都已经用了两瓶了 搭配它湿浮 然后最后都还剩一些 所以我就是也是用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才用完了 我觉得渗透乳还是非常值这个价钱的 因为就是用量不会很多 然后每一次 然后这一大罐真的用了很久 它是200克 我用了也是有差不多五六个月的样子 然后我每次的用量就是挤两下半左右 擦脸跟脖子就完全够了 对然后挤完之后 湿肤也好 然后敷面膜也好 它都可以帮助你后续保养品的吸收 而且不会长脂肪里 不会闷痘痘 所以这一点我非常喜欢 然后现在我又回购了一个渗透乳 只不过是新版的 然后有人跟我说 新版的好像比旧版的要更清爽一点 我还没有试新版的渗透乳 所以等我试用之后 也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线霜呢是之前跟大家推荐的开架中的战斗机 就是这个 Andalo的日霜跟晚霜两个都用完啦 然后非常的好用 在后腹子就可以买到 然后大家可以去试试看 有机的护肤品 然后敏感肌可用 日霜的话 我是觉得全肤质都可以使用 日霜里面并没有含有SPF 它只是就是比较清爽的一个质地而已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游击的话 你可以就买日霜 然后早晚都用 如果你是干肌的话呢 你可以日霜搭配晚霜 或者是直接买晚霜也可以 因为我最后一段时间也是在用晚上 晚霜在白天擦 就也OK 因为两个都不存在SPF的问题 所以就是比较清爽就买日霜 喜欢比较润一点的就是买晚霜 蛮好用的 另外一款用完的面霜是这个 Innesfree的 这个 是叫Orchid Orchid是什么 蝴蝶蓝 蝴蝶蓝面霜 我觉得这一款 这款就是普通的这个cream呢 它是有一点就是哲理状的感觉 这里面也没剩什么 没发给你们看 就是有点皂状的感觉 所以它并没有我想象那么保湿 所以我春季擦的时候 我都还会需要再两家 叠擦一个精油这样子 它其实没有那么润 但是我觉得混合肌普通肌用起来就刚刚好 其他的效果也没怎么看出来 就是一个普通保湿的面霜 我觉得 那相比较而言呢 这个系列我最喜欢的应该是他们家的这个眼霜 我觉得这个眼霜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这个眼霜还是量给的 还是非常的足够的 这个一盒是30毫升 30毫升的量 就是普通面霜的两倍那么大 然后我觉得还是性价比很高的 然后这款眼霜呢它是cream状的质地 然后偏保湿一点 然后我擦起来也是不会长脂肪力或怎么样子 然后它也很好推开 而且这款眼霜非常适合来按摩 因为它没有那么快就吸收进去 它是比较润滑的这样子一个质地 所以我非常喜欢拿它来涂在眼周做按摩 而且20岁出头的女生 拿它来做初步的抗老还不错 好面霜再有一个呢 然后就是要跟大家讲一讲的是这个 这个之前都没有机会跟大家推荐 这个是很有名的那个水光霜 它叫Dr. Althea 是吗 名字我打在下面 Water Glow Aqua Cream 就是水光霜 就是包装是很fancy 其实里面没有多少 就是50毫升普通的cream size 然后这个我觉得很好用耶 这个是我之前也是在Yummy Buy是不是买的 然后就无聊了 像是下一单乱七八糟的东西 然后就买了这个 我觉得一开始我对它期望值不大 但我后来用了我觉得还不错 它是比较清爽的质地 就是也是 有点像凝胶的这样子的质地 然后保湿度还不错 然后擦完了之后 真的会觉得皮肤有一点水亮水亮的这种感觉 所以不愧是水光霜 但是因为我皮肤真的非常的干燥 所以我刚擦的时候会有那种水亮水亮的感觉 但过一会它那个感觉就会消失了 但我想说如果你是普通肌或者是混合肌啊什么的 你应该会那个光的感觉应该会在你的皮肤上持续比较久的时间 然后我擦的话也没有什么敏感的反应 它就是有香精 韩国的所有的Skin Care都是有香精 然后它就是有一个淡淡的一种柠檬草的味道这样子 还不错 我其实还蛮推荐的 这个是之前合作的产品 跟大家推荐过的 就是这个字也太难显示了 它叫做L-Pessence L-Pessence的鱼子酱精华Cavier Serum 我自己非常的推荐 我之前在视频里面就已经分享过了 在我那个short review的视频里面 已经分享过我自己非常的喜欢 这也是我在他们家试用的产品里面最喜欢的一个单品 然后我也是完全用完了 这里面已经没有了 还有一点点可以挤出来给你 也看不到质地了吧 反正就是里面有一些淡淡的那个金箔 金箔的感觉 然后那个擦在脸上呢 就是你会真的会觉得整个皮肤膨起来的这样子一种感觉 是我今年试到的那种抗老精华里面 我自己最喜欢的一款 这个我一定会考虑回购的 因为我现在手边还有其他精华 然后用完了之后我会回购这一款 就是我个人觉得比之前我用SK-II的那个红色瓶的精华 的效果要好 使用感要好 对 然后呢 再一个是精油 精油之前用完的是这个Polus Choice 我有段时间就是对这个品牌很好奇 所以就买了很多他们家的产品来试用 目前为止比较喜欢的就是蓝色瓶的那款水 Resist的那个水 还有就是这个精油 这个精油它是 它是Argan Oil Based的精油 然后里面有一些生态的一些成分 然后它可以帮助你就是修复你的皮肤 然后保湿 它的保湿真的做得非常的好 我不介意油肌的人来用 因为它属于油里面我觉得没有那么清爽的那一款 它稍微是真的是比较润一点的感觉 所以我比较不推荐油肌的人来用它 油肌的人你可以用我之前介绍的那个 Sicely的黑玫瑰果油 你可以用Bobbi Brown的油 那些都是相对比较清爽的油 只要你用的对的话应该没有问题 但这个我就不介意 就是就不建议油肌的人来使用 就是如果你是干肌 或者真的皮肤有脱皮啊等等的现象 用它还不错 好接下来呢就是一片的hand cream 这个是 这两支都是Mamonde Mamonde的hand cream 一个是玫瑰的 一个是樱花的 我觉得玫瑰的味道比较好闻 当然我自己就是很喜欢玫瑰味的所有东西 但这个还不错啦 就是保湿叫我一般 但反正我就是重复擦的很多 因为我就用护手霜就是像喝水一样 所以就是还不错 就是也算还挺好用的 然后这个是我之前推荐过的 Caudalie的这款非常好用 它比较适合晚上来擦 如果你想要晚上 就是比如说你没有时间做手部的保养 然后又想要做一些手部的特殊护理 你可以晚上用它 然后滴几滴精油进去 然后涂在手上 就是有一点点像一个over night mask的感觉 第二天起来手部会非常非常的柔嫩 对 然后呢接下来就是难得的彩妆 彩妆就是没有多少 就是因为我自己彩妆我觉得用完真的是太难了 因为我彩妆那么多 我每天都想要用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彩妆用完真的很难 然后但是最近用完的是这个雪花秀的气垫BB 这款真的完全用完了 我都把它已经拿起来里面有掏过了 对 然后也用了有一段时间了 这个应该用了有六个月以上了 对 然后我现在用的是T星的另外一块 这个是Even Fair的Perfecting Cushion 我用的是23号 我觉得这个色号够白了 21号的话我就觉得有点太白 所以23号还不错 只不过我最近发现我好像变白了一点点 就是自从开始用那个赛贝格的维C粉之后 我觉得我有白了一点点 所以我在用这个的T星版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说 哦好像就是比我的肤色要稍微暗那么一咪咪 所以我不知道就是我心情还蛮好的 因为想要白嘛 嗯对 但是就是说这个23号比较适合大概NC25左右的人 然后如果你是NC20或再白的话 你就要买21号了 最后呢就是两个唇膏 难得耶难得用完了 然后都是韩国的产品 一个是这个Cheek Boom的Tint 这个是之前Mimi Box送过来的 大概一年前送过来的吧 然后终于用完了 我自己非常的喜欢这种红色的Tint 因为我觉得它就是最自然的那种唇妆 然后又不容易脱妆 嗯这款呢比起之前我跟大家推荐的那个 The Face Shop的那款 嗯Cherry Tint 那款就是比较的偏樱桃红的样子 就很正的红色 然后这款就是比较偏眉红一点 它稍微有一点点粉色调 涂起来我觉得比较的年轻一点 然后大家这个牌子应该是在Mimi Box的网站上 也是可以找到的 色号是1号 对这个是完全用完了 好骄傲 我觉得纯布产品对我来讲很难耶 然后另外一款呢是这个 Sweet Glam Sweet Glam的这个Tint 这个大家一看这个包装应该知道 就是仿那个Dior的Lip Glow 的确是仿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完全不输Dior的Lip Glow 这个颜色呢是这个 这样子一个 有点亮橘色的感觉 它比Dior的那个Coral的那款呢 要再颜色再亮一点点 而且持久度我觉得远胜Dior的Lip Glow 这款持久度真的超级超级好 就是我喝水吃东西 基本都不会掉的 所以我自己是非常的喜欢 出门的时候我自己很爱涂这款 然后而且这个叠擦在其他的唇膏上面也很好看 对所以很推荐 保湿度也很不错 只是风唇效果没有Dior的那款好 但我觉得我完全会回购 这个在Amazon就可以买得到 它还有其他的颜色 也有那种粉色 有粉色有橘色好像还有一个颜色 对就是大家如果是想要试试看 就是显色度更好的 这种护唇的护唇膏一样的产品呢 可以试试看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空评计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 如果大家还有任何的问题呢 都可以在下面的留言板留言给我 然后公告公告 下一周呢不会有影片 因为下一周我要去纽约 因为是我生日的周末 所以会去纽约玩一下 然后等我回来之后呢 再跟大家分享我到纽约都买了什么 因为这次是去shopping 应该会买一些东西回来 所以呢到时候再跟大家分享 那下周日就没有影片了 再下一个周 我们星期日见 拜拜